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 這台車經理相當的熟悉 因為這台車我們也有開過大概一年一年多左右 這款車是 2017 年款的 Nissan i-Tita i-Tita 其實它算是 Big Tita 的底盤、引擎、變速箱都共用 那其實算是一個小改款 因為它這些零件都共用 那最主要是外觀的一個改變 好 那今天要幫車友們來升級的是 KT 的道路版避震器 因為這台車畢竟它還是算是一般的房車 所以它的整體的乘坐感算是相當的舒適 而且它的車高比一般的轎車還要稍微略高一點點 所以它的駕駛視野雖然比較好一些些 可是它的整體的操控感覺還是偏向舒適 那車友今天要升級的是 KT 的道路版避震器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的懸吊形式 前面一樣是麥花層 跟一代的 Tita 一般我們升小T 一代的小T 還有 Big Tita 跟這個世代的 i-Tita 其實懸吊系統都大同小異 前面是一個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一代的 Tita 的話 它的仰角的孔徑 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四孔 它的鋁圈是四孔底盤的話 這個前面的避震器是不太一樣的 後方的話是差不多 然後這個是它後方的彈簧 它的彈簧的話 比一般的車種 略短一點點 比較像是像這樣拖一臂的系統 像是娜智姐 它的彈簧也特別短 所以要在這麼短的彈簧裡面 要兼顧到操控 要兼顧到舒適 其實還蠻考驗我們製造避震器的一個廠家 那這個是它後方的避震器 其實它的阻尼呢 都算是做得比較舒適 所以這個就是很經典一般日系車啦 像Nissan啦或者是Toyota的車系 它的阻尼其實都做得很舒適 所以在操控上面的話 就略顯不足 那改了KT之後 為什麼要改裝避震器 改了KT之後 第一個車高可以調整 第二個軟硬也能調整 所以在功能性上的話 是比較全面性一點點 而且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之後的話都可以針對 所以衰退的阻尼油衰退的部分 或者是防塵套破損 任何一顆螺絲 甚至是上座呢 都是可以單獨來做汰換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後方 因為這台車安裝的重點是在後方懸吊 後方的話它是彈簧 跟避震器分開的拖曳幣系統 所以它的彈簧的話 我們配置的湯圓也還蠻短 大概170mm 公斤速的話是大概4點多到5公斤左右 後方的話是一個長行程 它的行程大概有17公分左右 那KT的設計它有一個防塵套 在這個地方 防塵套的話它是做一個長度比較長的一個全罩式的防塵套 這個軸心最需要保護的 就是這個銀色活塞桿的部分 活塞桿的話如果有比較大的石頭噴煎到的話 它可能活塞會受損 那日後的話就有可能 把裡面的油風裡面的油呢把它帶出來 就會有造成一個漏油異常狀況 所以油風的選擇也是相當的重要 那這裡有一個白色的這個是緩衝的饅頭 譬如說我們後方的話 假設存在的重量三個成人 再加上行李 遇到坑洞比較大的時候就有可能會觸底 那這個饅頭的功能是在保護桶芯 防止它觸底 那後方的彈簧 向方的話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最主要的用意呢 它就是在調整車高 那今天的車友車高 預計大概兩指半左右 兩指半左右 所以我們的車高的話 以這一台這樣的設定 最低的話大概兩指幅左右 那如果要更低的話 我們也有另外一個更低版本的彈簧 可以來對應 但是它的舒適度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的好 那後方的彈簧 它的長度 是取決來側高嘛 可是後方的筒身這個調長才調短 它並沒有辦法來改變側高 這個筒身的長短 它是來取決於彈簧的預載 那像這樣彈簧預載的話 大概3到5mm就差不多剛剛好 裝上去的時候彈簧 用手搖晃 不會晃 那就好了 不能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的話 它彈簧預載過多 會不好做 然後筒身會有可能會有異音 異音久了 就可能會有漏油的一個異常狀況 所以後方的一個 車高的調整 它的筒身長短 是一個這台車安裝的靈魂重點 那這個車高調整之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調整軟硬度 軟硬度的話 TIDA的車系超方便的 我們在行李箱裡面 就可以看到它有一個維修孔 這個維修孔的話 它本來是有一個試蓋蓋起來的 這個試蓋的話 它有一個一字缺口 把它撬開之後 這個拿開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了 往順時針的方向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那調整的秘訣就是 第一個 它一定要正常 胎壓的話像這樣的 車系的話在 駕駛座的門邊 就有一個胎壓建議室 大概是3233左右 胎壓正常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鎖尼 左右邊 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這是後方的部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是一個麥化成的懸吊系統 那這部車是1.6升的NA引擎 所以我們配置了台灣公斤數 配置了6公斤 這款車也有渦輪引擎 渦輪引擎的話我記得是185匹 因為經理之前就是開 BigT打的一個渦輪車款 那這顆是1.6升的NA引擎 所以前面的車重 我們配置了台灣公斤數是配置6公斤 台灣長度有刻意拉長到200mm 所以它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這台車的避震器是在這裡 所以很多的車友都會買防水扇蓋 但KT的話 因為安裝這台車的經驗很多 車友很捧場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都會特別在走行的上部 再做一點防鏽的一個動作 在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防鏽的油脂 那這台車的阻尼 調整方式就是從避震器的上部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像這樣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是HARD 往H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它就變軟 從這個地方 就能來調整阻尼 這個是KT所附的一個強化上座 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上座 這個是上座的部分 那避震器的話 前方的麥花承系統 它的下座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固定 固定離載串的位置 是的 這是離載串 這個是煞車的油管 這裡是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這些感應器的一個 所有的固定位置呢 都是比照原廠 所以離載串的話 也不需要再換短的 或者是換可調的 都不需要再另外多花費用 跟多花改裝品的一個改裝 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 而且不論是這個世代的 ITDA BigTDA 或者是前一個世代的離載串 比較特別 他們的離載串 原廠的品質都相當不錯 都相當的耐用 所以我們還是推薦 用原廠的 沿用原廠的提供就可以了 那前面側高的調整 跟後方不同了 前面 它是麥花承 麥花承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震動的吸附 當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它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前方的 它的避震器的負荷 是比後方還要來的重 那側高的調整 是靠 角座上方這個銀色的托盤 我們把它逆時針懸開之後 它的長度就能夠調長調短 如果把這個整體的長度調長 它的側高就變高 那調短的話 它的側高就變低 所以它並不是靠 壓縮上部這個彈簧去改變側高 所以當它調高 或者是調低 整體操控起來的感覺呢 是差不多的 當然啦 我們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超跑 它的重心呢 都特別低 車身的都非常的低矮 所以車高調低 是會比較利於操控的 因為重心變低的 那基本上 它不是靠壓縮彈簧的一個形式 去改變車高 一般我們稱之為 這樣的避震器叫統身可調 所以它能調高 跟調低的範圍會比較寬 而且調高跟調低 開起來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好 這個是前面的彈簧 這個是下座的部分 那前面的避震器 安裝之後 一定要特別 把這個齒輪狀的頭髮要敲緊 因為這個 有可能會有鬆透狀況的話 它就會有可能會有造成異音的狀況 那在用料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YouTube裡面 有專程為 替導的話 拍了一系列的影片 那今天的話 再特別介紹一下 像KT用料的話 主尼友 我們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友 油縫的話 使用的是用日本NOK的油縫 那這一部車的話 應該有很多車友是裝日本的Team 像日本的Tea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縫呢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縫 所以KT整體的品質相當的不錯 而且KT本身 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日後呢 都是可以維修 可以來做整修的一個動作 包含了任何一個零件 都是可以汰換的 那KT最棒的一個 就是我們在台中的工廠也好 或者是北區的經銷 甚至在南區的電家 我們都有準備了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覺得試乘車滿意了 再考慮安裝KT的產品就可以了 好 以上是今天2017年IT打的一個安裝KT避震器的一個介紹跟分享 那謝謝大家 掰掰